OdioJungle OdioJungle 提起萨德,相信会让每一个国人都身为痛恨,更可恨的是,去年一年来,韩国冒中俄之大部委,将原计划的全部多套萨德系统部署完毕。 然而,日前有消息在全球各大网站刷屏,原来部署在韩国的这些萨德,至今从未正常运转过。 据观察者网3月28日消息称,萨德系统虽然在韩国兴州郡的临时部署已告完毕,但其后期工程一直处于停滞状态,另据韩国亚洲经济网披露。 因为萨德反导系统,在兴州郡的强行部署,已经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公分,据悉,要完成部署萨德后期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,及相关设备,被当地民众挡在了路口,一直无法进入施工基地。 据称从去年9月起,后期工程就中断至今,从哲哲消息刻意看出,萨德系统部署,的确会对当地民众产生许多危害,比如其中的监测系统会在部署抵御,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复舍。 更重要的是,如果东亚生战,那么兴州郡必然会成为敌对一方首先清除的对象,遭到定点打击,因此,这持余之央是免不了的。 这也能反映出韩国政府对萨德基地施工的一种故意不作为,因为就算兴州郡民众对萨德深恶痛绝,但如果韩国政府若真有心完成最后的部署工作,部分民众的力量又怎能与强大的国家意志相抗衡呢? 显而易见,文在寅政府是在有意见民众的反对,与美国讨价还价,文在寅政府对萨德入韩本来就不是太乐意,而是在半推半就之中被落户的。 据悉,去年4月份一批萨德系统进入新州郡,竟然还是在满爆的情况下进行的,这让文在寅大为光火,看看后来金振宽以及为部署萨德提供场地的乐天高层, 相继被送入大牢就会明白。当然,文在寅政府以如此消极的态度,对待部署萨德也有具体原因, 其中算得上当务之急的便是由萨德引起的经济损失。自2016年最开始宣布此事起,各种韩货、旅游业以及乐天的一切中国业务,都遭到了中国民众的自主性摒弃。 韩国经济因此而受到重创,文在寅政府此举借机挽回于中国关系的意图。 萨德入韩打破了与亚洲地区的战略平衡,让中俄部分地区的战略力量直接处于美国的监测之中。 而反过来,萨德也成为了中俄的眼中钉肉中刺,特别是俄罗斯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导弹系统,都能让萨德成为一张无用的破网,如俄罗斯的亚尔斯萨尔玛特以及匕首导弹系统等,都能让萨德防不住。 最后,文在寅政府搁置萨德基地的施工,也应该与美国近期对韩国的咄咄逼人有关。 在三月份举行的驻韩美军防务费用分摊谈判中,特朗普就以部署萨德产生的费用为忌口,让韩国多掏了许多保护费。 另据三月二十六日消息,韩国被逼在远以签署的韩美自贸协定谈判上,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让步,可见,美国对韩国剪羊毛,也下手太狠了。 综合起来看,部署在韩国的萨德,如今已成了一国难以下咽的加生犯,既是中俄与美韩矛盾的交汇点,也是了韩美矛盾的交汇点。 神砍话题,萨德会不会成为加生犯,请各位老铁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,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右上角加关注阿尔法。